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已经于6月中旬向员工发出通知,将从今年7月中旬起开始裁剪位于俄勒冈州Silicon Forest园区的晶圆厂人员。 据海外媒体OrigenLive报道,首轮裁员预计将于7月底前完成,而且可能会启动第二波裁员。 根据英特尔内部信件,公司正针对Intel Foundry制造事业部进行重组,并更聚焦于工程和技术职位,例如精简中阶管理层。 虽然公司未透露具体的裁员人数,但内部沟通中表示,这是为了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所做的必要之举。 英特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如今年稍早宣布的,公司正采取行动,变得更精实、更敏捷、更有效率。 简化组织结构并不能给英特尔的工程师将有助于公司更好的服务客户需求,并强化执行力。 这是在深思熟虑后做出这些决定,以因应未来的业务挑战,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也将以关怀与尊重对待员工英特尔并未公布Intel Foundry将裁撤多少人。 不过,其他部员工向OregonLive透露,预期会面临类似的裁员,每个单位将可独立管理裁员过程,只要能达成既定的成本削减,目标即可。 俄勒冈州是英特尔最先进的晶圆厂据点,包括DEX和DED晶圆厂,负责研发与验证未来制程技术。 虽然这些厂已高度自动化,但仍仰赖包含制程与设备工程师、技术员、操作员、分析师及各类知识人员在内的多元团队。 而开发与维护尖端制程技术的工程师,以及操作及紫外光、EUV与HINAUV等高阶设备的专业技术人员,属于关键人力,不太可能遭到裁撤,否则恐影响技术开发时程或生产稳定性。 目前预期英特尔可能在操作员、行政人员、物流人员,以及在高度自动化区域的低技术门槛技术人员等职务精简人力。 去年8月,英特尔就曾因财务危机爆发,而被迫宣布削减100亿美元成本计划,其中包括全球裁员15%,即削减约15000个工作岗位,目标是在2024年底之前完成。 截至2024年12月底,英特尔员工总数为10万8900人。 英特尔新任执行长陈立武在接任后,为简化英特尔的营运做了大量工作。 陈立武在今年4月的公开信中还透露即将裁员的讯息,他指出, 这些关键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员结构的优化调整。 这项计划将从第二季度开始执行。 在精简组织架构的同时,他们必须兼顾核心人才的游刃与引进。 海外媒体报道也显示,英特尔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将进行吸一轮重大裁员, 可能占剩余员工的20%,此前陈立武和其他团队负责人进行了重大领导层变动, 罢免了很多中层管理人员。 因此,英特尔如果再计划裁员20%,那么最终可能将影响近两万两千名英特尔员工。 相关报道显示,英特尔俄勒纲机员厂在去年裁撤约三千名员工, 目前仍有约两万名员工。 如果按照20%的比例计算,那么今年还将裁员两千人。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经济部为了协助台厂提升竞争力, 已经计出了三大策略,包括精创计划。 为似团购模式,取得电子设计自动化,EDA优惠价,以及人才培育。 借此降低台厂导入先进制程成本。 经济部设定,今年晶片设计使用先进制程目标比例为45%。 报道称,目前台湾晶片设计厂商已达约200多家, 除了联发科等大型晶片设计厂商之外, 中小型和新创晶片设计厂商占比高达约80%。 而先进制程使用的EDA工具在晶片设计当中占有不可或缺角色, 但价格不菲,许多中小型业者欠缺溢价能力。 经济部官员表示,除了通过精创计划的晶片设计补助案, 协助业者开发14奈米、7奈米以下立机型晶片。 由于成熟制程和先进制程使用的工具和心态, mindset也不同。 因此,针对晶片设计、制程和封测等开设培训课程, 希望培育更多的半导体先进制程人才。 通过法人单位向国际EDA巨头心思科技、Synopsis、Cadence等洽谈, 通过类似团购模式取得优惠价格, 再提供给晶片设计业者,协助降低先进制程的研发成本。 通常可协助采购授权价格为市价5至8折, 措施去年上路至今,共29家晶片设计业者受贿。 面对中国全力发展晶片产业和全球供应链再地化趋势, 台湾经济部设定晶片设计使用先进制程比率目标, 从2024年的43%提高至近年45%, 并于2028年达到50%目标, 让台湾晶片设计产维持全球前两名。 在推动半导体供应链自主化方面, 经济部表示,台湾半导体先进封装设备自主率将有2024年的15%, 提升至2028年的25%。 半导体材料自主率则由2024年近31%, 提升至2028年35%。 2025年设备和材料自主率目标则分别为17.5%、32%。 台湾经济部表示, 聚焦台积电、日月光等先进封装设备需求, 通过产创主提示计划补助国内设备业者进行开发并导入客户产线进行验证, 迄今已补助红素、新云、智盛、汉陈等业者投入开发业界所需的29项半导体设备, 其中13项设备已通过终端产线验证,增加自主设备产值约新台币98亿元。 材料方面,至今已协助新英财、长兴及永光等13家业者, 投入开发15项业界所需半导体材料, 其中7项材料已通过终端产线验证, 量产投资新台币34亿元,增加产值约新台币40亿元。 在此背景之下,据韩国《前锋报》报道, 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目标都是在今年下半年量产2奈米制成晶片, 两大半导体厂的抢单大战预计将更加激烈, 但三星的良率持续低于台积电,成为吸引订单的挑战。 韩国半导体产业人士指出,台积电已开始收到2奈米制成订单, 预计下半年将在新厨宝山和高雄厂生产, 这使台积电首度采用环绕式炸集GAA架构技术生产2奈米晶片, 效能将提高10%至15%,能耗将减少25%至30%, 电晶体密度也比目前的3奈米制成提高15%。 据了解,台积电2奈米主要客户包括AMD、苹果、 徽达、高通、联发科等都有望是首批2奈米客户。 其中,AMD在4月中旬宣布, 其代号为Venus的新一代AMD EPYC处理器成为业界首款, 基于台积电2奈米工艺N2制成工艺, 完成头片TAPEOUT的高效能预算HPC产品。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已于5月台北国际电脑展上预告, 该公司将有2奈米制成晶片于今年9月设计定案。 三星的目标也是在下半年开始生产2奈米晶片, 虽未明确表示会生产哪一款产品, 但大概率适用于旗下新款旗舰机Galaxy S26的自家Exynos 2600处理器。 报导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台积电2奈米制成的良率已突破60%, 跨越稳定量产的门槛。 相较下, 三星2奈米制成良率据传约为40%, 远不及台积电。 三星虽是率先以GAA架构生产3奈米的晶片生产商, 初期持续苦于低良率, 该公司打算以先前采用GAA的经验提升2奈米良率。 三星的挑战在于吸引科技大厂订单, 以维持公司先进制成竞争力, 之前也延晚曾在台积电效力的韩美龄, Margaret Hahn率领晶元代工部。 但从目前来看, 良率提升仍是一大难题。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